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真想去这么干 结果呢 还收获满满 这最著名的事儿 就应该属十字军东征了 十字军东征的目的就是去干嘛去 抢啊 那是留着奶和蜜的地方 他不知道有糖 留着奶和蜜的地方 抢吧兄弟们 二百年间 组织这么多次十字军东征 最著名的第三次 去了就是抢 穷疯了这帮人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居然攻陷了军事坦丁堡 居然把东正教的兄弟 抢了一个干净 所以后来1453年 土耳其人攻占军事坦丁堡的时候 军事坦丁堡这毛都没有了 那个时候 拜占庭皇帝登基的时候 带了皇冠 上面所有的珠宝都是玻璃的 都是玻璃的 真的在哪呢 在威尼斯 对吧 在威尼斯 威尼斯号称八分之三个罗马帝国 抢了那么多东西 领土占了东罗马帝国的八分之三 所以威尼斯那厉害的 他们都就这么抢 威尼斯算是在欧洲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 所以他知道把这些抢回来的东西啊 原样保留 你像那法国什么德意志 当时那毛都没退进的国家 那来抢呢就是 连耶稣像这是干嘛的 金的 做成金币 全都给你融了 这家是圣古侠 里边是圣谁谁的骨头 爱圣谁扔一边的 把这侠砸碎了 宝石抠来卖 全干这个 威尼斯抢走了 真算幸运的 东西还留下来了 你被什么法国德国这些国家抢走了 就全毁了 全毁了 直接给你做成金币了就 干这事了 它是贵重金属缺乏吗 但是也就在十字军跟阿拉伯世界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 十字军惊讶地发现 哇塞 这些异教徒文明程度比我们怎么样 高太多了 人家有图书馆 哇塞人家有医生 哇塞人家洗澡 太太先进 欧洲人他不洗澡 就出生的时候洗灰 死的时候洗灰 两回都不是 婚礼的时候洗灰 婚礼的时候洗灰 一辈子洗三回澡 两次不是自愿的 是吧 你看他得病就多吗 你不洗澡传染病就多吗 人家这真干净 是吧 这太好了 哇塞人家还有天文台 哎呦 这家太先进了 学吧 是吧 学吧 人家这有一种东西炸出来之后是甜食 这东西叫甘蔗 弄回来 在欧洲种 一种都不活 就说欧洲只有一个小岛上能种活甘蔗 所以等发现了美洲大陆 哇塞 这地上产甘蔗 太棒了 是吧 种 你说葡萄牙人怎么就这么点追求 你干嘛不在这开展工业革命 干嘛整天跟那种甘蔗 因为这东西真能发财 对吧 欧洲的伯爵 奥地利伯爵 遗嘱里都会写 我的遗产里边有多少桶蜂蜜 是吧 为什么 只有那玩意能有甜味 能明白这意思吗 有了甘蔗 这才能有甜味 所以欧洲人现在做甜食 就矫枉过正了 糖不要钱 哥 厚死你 对吧 所以欧洲甜食根本就没法吃 吃一口 就这种感觉 就这种感觉没法吃 太甜了 美国也是 中国人为什么对甜食一般般 为什么 中国人是世界古代各民族当中 唯一一个老百姓也能吃到甜食的民族 就在中国甜食不是什么很奢侈的东西 但是在欧洲 在日本 日本公卿嫁女得告诉你 我陪嫁里边有三盒栗子 露给 甜食嘛 我三盒栗子 这不得了 你感谢我小伙伴 我闺女嫁给你还送三盒栗子 什么感觉 主要想要那个意思 对对对 闺女不重要 闺女不重要 主要想要栗子 对吧 这个意思 等于十字军东征是欧洲人第一次了解到了中世纪欧洲以外的世界 特别人伊斯兰国家的图书馆里保留了大量欧洲 罗马 希腊时代的东西 欧洲人才明白 哇 我们历史上也这么牛逼过啊 哇 基督教产生以前我们这儿就这么辉煌的文明 哇 亚里士多德 哇 巴拉图这都干嘛的 然后从欧洲 从那个阿拉伯人那儿学会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三角形的船帆 跟他靠来开辟这个新航路 地理大发现都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 他不是诚心诚意去取经 本意是出去抢的 结果一不留神 促进了欧洲文明的极大的发展 欧洲才开始有了脱离神学之外的学者的存在 有了文艺复兴 有了地理大发现 乃至于后来的启蒙运动 教授 你骂总统 你是广帝一个师长 骂总统 你是骂骂骂总统 是年轻有什么了不起 老郭吗 老郭吗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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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吗 你是我也二三十岁过 你四十四过吗 你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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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过吗 你是英俊清真蛋 全死 你是英俊清真蛋 全死 你是 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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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看死吧 英俊清真蛋 看死吧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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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吧 你是